它原本的體積是這個的三倍檔 這個非常非常重要 這個你們一定要準備起來 軍人暖暖包 對一樣也是要帶上飛機的 如果你身上是沒有任何韓幣的話 你們是可以在那邊換 但是我跟你們說 匯率會是最差的 你好,我是Yuna 哈囉,我是Yuna 現在呢,我位在我在金基道的新家 那今天呢,就是我剛整理我的行李道一半 突然想到 我好像可以拍一個關於我的行李開箱的影片給你們 因為我相信很多人如果要去韓國自助旅行的話 會不知道到底去韓國需要帶什麼東西 所以呢,今天我就想要跟大家分享 如果今天你是想要秋冬來韓國自助旅行的話 需要帶什麼東西 還有需要注意什麼東西是可以帶上飛機的 什麼是不行 我相信大家應該跟我一樣 就是很久沒出國了 對於這些知識 就是應該也都網差不多了 所以我就想說 今天我便整理行李 然後便跟你們分享一下 但我覺得我今天講的這些東西 有些可能你們用不到啦 因為畢竟我是要來韓國兩個月 所以我帶的東西會比較 就是多一點點 沒有錯 你看我還帶了兩隻熊 這應該是你們最不需要帶的東西了 好,那首先呢 先來看一下我這個最大的印象 到底帶了些什麼 看得到嗎 首先呢,右邊這邊叫是 秋冬的衣服 因為我這一次帶的時間 會是從秋到冬天 所以我除了帶這種 鋪棉很厚很厚的衣服之外呢 我也有帶比較薄的 像是這兩件棉褲 一個就是有鋪毛的 一個就是那種夏天可以穿的 而且啊,其實韓國的房間啦 它都是有那個地熱的 對,就是我這個墊子下面 它其實有一個地熱毯 所以呢,在衣服上面 除了是帶一些比較厚的款式之外 也可以帶幾件比較薄的 當你睡覺的時候穿的 然後用那種洋蔥式的穿搭 所以這邊是我的衣服 這個啊,其實是 就是我比較厚的一些針織衣 如果今天呢,你們有要帶這種比較厚的針織衣 可以去買這種真空袋的包裝 它原本的體積是這個的三倍大 但是如果你用這種真空包裝袋裝的話 就可以節省你的心理的空間啦 滿建議大家可以去買這個的 一樣,其實這一件啊 它是那種很厚很厚的毛毛外套 但我一樣用真空包裝處理 喔,然後啊,這個真空包裝 它有再多附一個這個,就是抽氣孔 然後這一組呢,我是在薄鴨買的 但我覺得它價格沒有很便宜 可是我覺得對於你要去秋冬旅行來講 這個真的非常方便 我那兩隻小熊也是這樣帶來的 所以他們剛剛在我行李箱裡 看起來超像兩個肉餅 這個的話就是我帶了兩個圍巾 然後兩頂帽子 包包我也是帶了兩個 還有鞋子的部分 我除了這次帶了一個球鞋之外呢 我還帶了一個厚底的小皮鞋 還有多帶了一個靴子 對,秋冬還是要有靴子吧 好,這些是一些衣服跟飾品的部分 然後這一袋呢 就我自己的內衣褲啦 就不多介紹了 我也有多帶了幾件發熱衣 這個東西超酷的 是我之前去日本買的 然後它是這種 鋪綿的褲襪 就是如果你冬天還是想要當辣妹 還是想要穿短褲或者是短裙 可是你又超級無敵怕冷的話 就可以穿這個 還帶了一個 這是一個收納式的羽絨背心 就是你可以把它穿在你的外套裡面 多增加一個保暖度 可是又看不出破載 因為你穿外套或大衣什麼的 其實這個就會被遮住了 保暖的部分呢 你們也可以多帶這個暖暖包 暖暖包有分貼的跟手拿的 就如果你們真的很怕冷的話 可以帶一些貼的貼在你的衣服裡面 可是我韓國的朋友跟我說 就是韓國有一種叫做 軍人暖暖包 那個的話就是 保暖度又更好 然後又很便宜 所以大家可以斟酌一下 可能帶一兩包來 然後在那邊買 還有什麼 啊 口罩 其實現在韓國呢 我昨天有問 他們是在戶外可以不戴口罩 但是在室內還是要戴口罩 而且大部分的韓國人 現在也都還是會戴口罩比較多 所以口罩還是要戴著 好 然後雖然韓國不常下雨啦 但是他們還是會下雨 所以我有多帶一個雨傘 再來的話呢 我覺得是個人用品的部分 因為像這次好了 我剛到韓國的前兩天 我是住在一個有點像是 和租飯店的地方 然後他們那邊沒有提供牙刷 就是拋棄式的東西 他們是沒有提供的 所以呢 這一次 我有另外自己再戴了牙刷牙膏 然後旅行用的可能型面乳啊 保養品啊等等的 因為我想說化妝品跟保養品 我在韓國應該會買不少啦 然後還有就是我的化妝包 另外一個呢就是比較小的小型的登機箱 左邊的這個小的登機箱啊 它其實也沒什麼好介紹的 我右邊的行李的空間全部都是台灣的一些 伴手禮要給我朋友的 然後左邊的話 喔 我還帶了電腦 電腦是要放在手提行李的 你們只要記一件事情好了 就是 所有的電器產品一律都是 手拿 所有電器產品都是手拿 噴霧型的 超過100ml的液體都是同 但我覺得液體的定義有點難講 所以我這次就是幾乎沒有帶什麼液體 然後保養品我就是直接拿那種最小包的 那種試用包就很安全 然後這邊還有一些筆記本 跟我的旅遊書 再來的話 錢 對 錢很重要 我這次的話是有先帶一些 美金跟台幣在身上 然後我有先跟我剛從韓國回來的表姐 換了一些韓幣 但是如果你沒有在台灣先換 或者是就是你身上沒有的話 也不用緊張 機場那邊也有換錢的機台 只是匯率可能沒有那麼好 那你們就先換一點點 對先讓你們可以坐機場 快線啊或是地鐵啊 等你們第二天到明洞再去換錢 那個匯率會比較好 我跟你們講那個匯率的好壞是 現在最好的是你拿台灣的海外信用卡刷 然後第二個是你拿台幣到明洞的換錢所換 那個匯率也還不錯 美金的匯率會大於台幣的匯率 然後再來最差的就是你拿台幣在韓國的機場去換韓幣 那個匯率會是最差的 這個是什麼呢 這一代啊其實基本上都是電器產品 裡面呢有兩台相機 還有電腦手機相機的充電器跟電池 通通都在這邊 還有大的小的腳架 但是我覺得你們可能不會用到那麼多 你們唯一要注意的就是台灣跟韓國的電壓是不一樣的 韓國的電壓是220台灣是110 所以啊你們一定要就是準備這種變壓器 這個是兩頭的然後是圓的 台灣的是這種方的然後你就是把它插在這邊 然後用這個變壓器才可以使用韓國的插頭 這個非常非常重要 這個你們一定要準備起來 也要去注意你的電器產品是不是可以承受到220V的電壓 比方說在台灣的可能吹風機啊 就沒有辦法拿來韓國用喔 因為它沒有辦法承受那樣的電壓 就算你有變壓器好了 你一插 它可能就會爆炸或是燒壞 所以這一定也要注意 Anyway這一整代的電器產品 通通都要手提 好 我這次身上還有帶一個比較小的隨身包 然後這個隨身包啊我覺得你們可以放什麼 最重要的差點沒有說 護照 還有喔這個也很重要 充電器就是這個水沖 一樣也是要帶上飛機的不能託運 我還有準備一個護手霜 因為在韓國其實空氣啊真的是比台灣乾很多 我的紙圓其實都裂掉了 所以還有一個護手霜 然後再來的話一個口紅 跟我的錢包 對就是沒有什麼其他東西了 好啦那以上呢就是我今天的影片的分享啦 那關於就是可能我們之後要去哪裡辦網卡啊 要辦eSIM還是要拿WiFi機啊 或者是說要去哪裡換錢啊 等等的一些跟自助旅行有關的攻略 我會再拍其他影片慢慢的分享給你們 那如果你們有特別想看的影片內容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跟我說囉 那就請大家跟我一起期待這兩個月的生活吧 大家好 你好 你們看我的落地窗 然後我住的地方 樓下就是滿滿的枫葉 給你們看我住的地方 看到沒有我家樓下就是枫葉耶 在韓國呢最幸福的事就是有滿滿的太陽 台灣的天空永遠都是灰蒙蒙的 我現在每天早上起來都能夠被太陽曬醒 真的好開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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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릴게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